花莲市长魏佳贤 今天分别前往了布立花莲医院 以及国军花莲总院 赠送暖心餐盒以及饮料 市长表示 花莲医院和国军医院是中央指定专责医院 责任与压力是更加的繁重 疫情期间也感谢医护人员守护大家的健康 也护予乡亲多给第一线医护人员 更多的支持与鼓励 大家一起携手对抗病毒 我挺医护我家医第三天 市长魏佳贤首先前往布立花莲医院 制证暖心餐盒和饮料 市长感谢医护人员在最危险第一线 替民众来筛检 注射疫苗还有医疗救护 不眠不休 只为守护乡亲的健康与平安 我挺医护我家医 那我们今天到布立花莲医院 那还有到国军805医院 那其实在这段时间 大家都看到医护人员的辛劳 尤其是布立花莲医院跟805医院 他们也是非常重要的责任医院 那收治非常多的一个确诊者 那在这段期间里面 院内真的也非常辛苦 同仁们也是付出非常多的心力 甚至很多同仁们几乎都没有回家 那在此后也要给院长跟医护人员打气 也期免他们在未来疫情趋缓之后 一定要好好的休息一下 那我们所有的民众 也一定要做好自身的防疫 在此也是代表我们欢迎市民朋友们 对于我们医护人员至上最崇高的 谢意跟敬意 那也希望大家做好防疫 守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 特制的餐和点心和冰凉的饮料 让医护人员的辛劳受到安慰 花莲医院和国军医院的院长 都十分感谢市长和市民朋友的支持和鼓励 谢谢市长跟各位同仁的关心 那这段疫情来说大家都辛苦了 不管是医疗院所的同仁 还是我们公部门的同仁 还是我们所有的社区民众 我们大家齐心努力 希望尽快把这个四季大疫 能够把这个疫情能够度过去 我们恢复到我们正常的生活 首先要感谢花莲市长 卫市长对我们医院的支持 长久以来对我们医护同仁 在疫情这段时间 大家前部后继 尤其是我们医院也有机构 有护理之家 我们有开设专责病房 所以在这一部分 整个花莲市的所有的 著名的医疗 我们提供整个在花莲卫生局的指挥之下 我们完成各项的任务 市长吴嘉贤也呼吁乡亲 除了要持续落实自我防疫措施之外 更要给第一线医护人员 更多支持和鼓励 大家一起携手度过疫情难关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